根據疾控中心CDC的初步數據顯示, 去年國內自殺人數保持在歷史高位約有49,300起自殺死亡案例。 這數字與前年的自殺人數相近, 當年報告的自殺死亡人數為49,500人。 CDC官員指出,這兩年的自殺率基本持平。 國內的自殺率在過去近20年來日直情上升趨勢, 正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初期出現了兩年的下降。 此外,CDC正在進行進一步的調查以確定最終的自殺數據, 並將持續監測自殺趨勢,以便制定更有效的預防策略。 專家們呼籲持續關注心理健康問題, 國家自殺預防熱線提供撥打和短訊服務。 民眾可以通過撥打或發送短訊至988獲得幫助。 Tinawa's 記者編輯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